蔡阿嘎接案发过程 运期二伯妖妇遭攻击公缩暴窟画面曝光 网红蔡阿嘎与怀孕近9个月妻子二伯 3日遭不明黑衣人士持棒殴打 蔡阿嘎经纪公司昨4日晚间发出声明 对这起暴力攻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 所幸两人伤势送医后并无大碍 蔡阿嘎也在YouTube发布影片 说明案发后完整状况 二伯妖腹部惨遭攻击 引起剧烈公缩腹痛神情痛苦暴窟画面曝光 蔡阿嘎3日下午4点多骑着机车载老婆外出 行经北投明德路准备停等红绿灯时突然遇袭 一名持着旅棒的男子疑似埋伏在路口附近 等到他们出现时冲出攻击 蔡阿嘎当时立刻汽车跳开 仍遭到殴打 蔡阿嘎右手肘又膝盖轻微挫伤 怀孕的二伯因受到惊吓出现剧烈公缩腹痛 索性送医后没有大碍 蔡阿嘎事后也发布影片还原当时状况 影片中可见 蔡阿嘎预袭后坐在地上等待救援 二伯扶着运渡 全身无力坐在椅子上 神情相当痛苦 需要救护人员协助搀扶才能上担架 二伯上救护车后仍持续剧烈公缩 让人看了超心疼 在抵达妇产科后 医师赶紧照超音波检查 索性胎儿蔡波能心跳正常 养水正常 并无早产现象 蔡阿嘎全程陪在孕妻身旁 蔡阿嘎痛心表示 两人私生活非常单纯 不解怎会发生如此事件 也透露警卫告知 该名歹徒在附近徘徊4小时 认为歹徒应该遭人指使 目前案件交由警方处理 后续情况则会再向网友们报告 字幕志愿者 可 major